好 歡迎回到第二隻的鄧曼盧相 比較正常的第一世代 這樣結束之後呢 其實你又不正常 最後一刻就回到冬眠 我覺得第二世代 留了這件事 也會說 第二世代的主角最終他沒有完成任何東西 其實他先完成自己的成長 但他成長作都是一個士兵 是的 他依然他開頭想超越他老頭 或者是他想做一些屬敵 或者是和他的屬敵可以化解這個恩怨 都是做不到的 最終他唯一做到的事是 除了一個殘忍相財 也算是贏了一個面 第二世代之後被阿比爾佐斯 已經是UETF降下部隊 他一炒就寫了四八個巨幻 然後他們開始降下 降下完之後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十幾年 我看完世代 收電 剪輯的理由 電池用完 要回去睡覺都沒有充電 幾年 充電回來 起床又再打過 小到那些阿叔的 我們已經知道 士兵下去十人歲都變成 一天三年 變成阿叔的 我們已經知道 人家都不當電回去睡覺 這下是完全匪夷所思的 已經遇到地球了 你們還想怎樣 再不如說 就是阿爺這個時候不是反攻博士 而是搞內鬥 剪除了宿敵 這件事你都不能說他是錯的 因為在聯邦裏面有很多是UE的人員協助者 你都看非鬆 不用理他 他已經清除了這些人 其實他也不是說清除了 他只是為了自己常懷 但當然了 其實第二世 去到第三態度的時候 他退休 這個真是這麼迷 接著十幾年復仙有什麼事 雙安無俗 雙安無俗 對面又發生什麼事 他應該內鬥成功 做到最高位 但他不是反攻火星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退休 沒了一件事 剛剛看了一套鐵甲蟻合 剛剛看了 原來可以這樣玩 整個機械頭給孫子玩一下 不知道 怎樣啊 剪駕 偷窺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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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機械頭給孫子 他應該是根證手續的 不知道 固然你說 在第三世代的故事一開堂 其實為什麼很多時候 那個條件是因為 他重複了三次進入 而三個稿的賭武都是一樣 有個青門主馬在旁邊 突然知道衛星有大間 當然我們知道很高達的開箱 但是你不知道在一套裏面 做三次同樣的劇情 第三代是有些改變的 第三代是有很濃厚的勇者氣息的 勇者之靈啊 勇者之靈啊 噔噔的 噔的 第三代 第一樣一定要講的 終於來了 機械獸溫亂 索斯機械獸 但是其實於這個計時 是不是退化了 可能他們十幾年的目的 就是我們要做機械獸 不要再讓人沒機 它只是冬眠了 但機械只是機械獸 那就是怎麽樣 那是北中部來的 你明白 四粒是找你兩粒的 那一隻是兩粒機械獸 那是所謂的 因為有其他那樣疼 那是最討厭的 是不是口是噴火的 駕駛艙不能找火 不是啊 又不是那麼多咬 那你說第三世代 其實一開始我最看下去的 其實最搞笑的是 為什麼要噴戰機呢 噴戰機 第三世代是比較有趣的 因為一開始機械獸出來 咬咬了 過世拉 梁慘過世拉 不算是以前的勇者那些 不是啊 敵方 敵人 不知為何莫乞性機械獸出來 對呀 莫乞性機械獸登場在鬧事中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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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正義之味方登場 然後咬咬咬咬 咬咬咬咬 因為其實我整件事突然間 上一陣子在第二世代 突然變成這樣的頻道 然後呢 你以為這件事都給了我幾個 第二世代 第三世代一開始就說 其實是第二世代的主角 就因為在生了Kill 即是第三世代主角之後 其實是戰死了的 不是 失了 我不是失了 已經是戰死了 然後就留下一個 然後他爺爺就很疼他 給他玩高達玩具 小時候就知道 這傢伙有做變態的前者 叫做 夾待遺傳 X能力者的能力是很強的 前所未有的強的 其實你見到的其實 騎友一開始真的好像被他洗腦 那樣的 即是高達雅 還是要對敵人不可以守下留存 那時候他爺爺說什麼 他真的照做 肯定玩那部叫Gundam亡雙 你們就覺得是U2的 要玩幾個數 這就是做機械修練 配合一下他的需要 挺好的 即是其實某程度 第三世代一開始 已經是半死 被第一代主角洗腦了 是咯 爸爸不在教他 沒辦法 他當作敵人要殲滅 然後坐高達就是 好正常給殲滅 那敵人是挺配合的 就做了機械修練 我看五次都是那些機械修練 不是啊 那是遊戲機來的 可以玩遊戲機 Gudson遊戲機 我看這就是用這卡通 用這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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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隸秀 奴隸秀 怎樣 然後因為殖民衛星 然後順利就因為這樣 搭了這個就是第一世代 樓下的歌機械 再次要出行 一個有沒有六七十年前 博物館廟挖出來的戰鬧 沒有出用 但A-System在上面 他有理由的 A-System在上面 需要搬出去用 大佬你能夠插下來 不要跟他插下來 你插下來 你插下來 裝大部戰艦就可以了 你不要這樣玩 人家搬了下來 就到這隻戰艦不能用 應該有感情 這個真的叫做什麼 傳統的樣子 第一代戰艦 突然可以好 你不認識到這隻戰艦 你不認識到這隻戰艦 你不要玩 你那些戰艦 那些戰艦 你幾十年 你整備都追上新世代 那 你那些技術沒有進步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第三世代 整隻艦的所有的人員 全所未有的能力是低的 就是艦長一個是完全沒有經驗的艦長 基本上就是一個敗女 是 可能就是他們的經驗 其實第一點就是 你不要說這條陰謀 他就知道 我如果拿舊男出來 你當然不會給我一些精英 你一定是想死 那你一定是給我一些垃圾 如果他垃圾 我就可以操控垃圾 哇 好好的黑暗鬥陣 我成人向 大哥 經過這麼多年看 你雖然作為一個變態 但也有很多小人生經驗 薑氏老的辣 最重要就是 因為你看到第三世代 有東西寫的背角 其實除了承繼到第二世代 落回來的背角之外 第三世代的所有背角都是寫得不好的 有阿妹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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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上一代 打斗死奇 死不了那個阿胡蘇羅 但其實 要這麼說 我覺得AGE裡面 其實他的角色 因為你玩跨三個世代 已經是很亂的 其實已經是 太多角色 不亂了 第一代的角色不會留下 太多角色出入 第二代的角色 交集出來 很多時候你未必會認 有些未必認到 有些就說 你是這個兒子 其實不重要 其實是 有些社交的事 很神奇 我和你爸爸是說 好朋友 好戰友 但是 經歷了一個兒子 沒騙過的 沒騙過的 嗨 你好 不是 這就是二十社會上流社家的生活 我爸爸認識你爸爸 所以我和你有關係 有大欠你 這是窮人 你進不去 中產的原因就是 人家打斗蒙通的 你已經進去 這個金字合聯 多有二十性 多亂而讀他 多成人 這套東西 OK 三世代 開始越來越多驚喜 爺和阿孫 接著去打怪獸 接著我們出現了 最激動人生的淺屬 沙蒙 那個幻影沙蒙 那三個真是經典 又有三個 三個怪獸出來的 那三個真是 接著說到他們 怎樣怎樣 改裝了幾個聯邦軍 接著就出場 用什麼戰術 改裝聯邦軍這樣 原來就是圍著他 不斷轉 找自己的同事 坐上去 全那班人做什麼事 為什麼他都 先不敢 怎麼幫他 因為他人有很多 普遍 對他來說 接著他 身體都坐上去 坐不斷 你圍著他 你為什麼不捨 人身體圍 主角還要站在中間 很背後 怎樣 接著轉著 我想你不在下一步做什麼 接著 床那一刻 我真的 挖了出來 因為 其實這一段 也有另一件事 因為本身 第三個主角 其實 他是被他爺奉獻出來的 就是他爺奉獻的方式 攻擊 攻擊 再攻擊 就是完全零防守 正常 他當年爺爺打都是 直衝 直衝 和直衝 他爺爺的戰術全部都是直衝 不是 跟著人被人挖著衝 但是 上面有開洞 以後高達的戰 就是可以一飛 飛上去上去 這樣就掉了 當然要走路 怎麼會飛 沒有車 那 固然是一樣 有另一個角色 另一個角色 就是 也是這個小隊的 其他 粉紅 霍魯美 沙拉路 對 沙拉路 第三個主角就說 你太著重攻擊了 完全是沒有想過防守 完全是沒有想過自己會不會死 這個問題 就是簡單一點 沒所謂 你看對手這樣的樣子會不會死 你看我幻影三個角色 哇 對手這樣 怎麼會死 然後 最終他教這個主角就是 戰爭不是打贏對手就會贏 保命先 保命先是最重要的 很合理 隊友死了 你真話就回落軍功 很正常 只要不要死 你死了我落軍功 然後 然後 他們就 在沙漠那裏 就是為了跟所有聯邦軍集結 在這個基地那裏 然後 然後 面對這個 江澳大作戰 江澳大作戰 同時 背叛者 是啊 對 他們兩個站在這裏 講足半集 沒有人來他們 然後 在那裏面打到 那裏面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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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在那裏面打到 幾乎拿到這裏面心 開杯茶喝一下 慢慢講 有事慢慢講 先聊這兩個小時 是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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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面打到我們 叫他們做事 而最該死的 就是他作為一個間諜 他成功把情報洩漏給UE那邊聽 但那裏面打到大作戰 他撤退了 UE的人就照樣打他 他就是最好的房負責 他是向最好房負責 他不是向低階市民負責 低階市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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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正常的事 他知道這個病很貴 我肯定沒有貴 他肯定沒有貴 悲貴 沒貴 譚貝的過程也不能清晰 加上他的死法令整件事變得很… 我不想說那一次 這個位置其實是說 他跟第一世代主角的衝突 第一世代主角說 總之你不是我方的 他是二分八的 他只是會二分八的 但第一世代說他有內情 他不是為了什麼 他是為了親情而迫著去背叛 不關事 其實你發覺整個菲利特家屬 他有個問題就是 他很容易被女哄 只要跟女兒有威的事 就很容易改變他的思維 他思維會改變 原配就不是 原配就不關事 原配就不關事 那你為什麼 他一開始開竅覺得 爺爺說得不對 因為前面跌倒死了 就很簡單 說完 這裏就開始 抱下了復線 然後到 他們要上宇宙 集結那一行 清光 什麼 觀光遊 還沒這麼快 差不多 差不多 再次遇到他阿帆 是吧 是去黑衛線的海域 是 去了黑衛線的海域 因為那裏就有海道 他們想著走那條路 就是最快的 通常不應該走這條路 就為一個 按出一些觀衛 會走這條路 是否有問題 接著就去到這個位 那裏 他老闆就再次登場 是 麻煩 是 幾型 用黑色的 很合理 一個黑色的宇宙 你有沒有黑色機 都有點有效 現在的一輪武雷達法師 來講 逐世是一切 看不見這部機 那你贏了 這裏就佈下一個復線 就是 寵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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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將 第一代主角 和第三代主角 他們各自有不同的信念 第一代主角的信念 就是 總之是敵人 我就要遷免他們 這個才是 拯救我方的 唯一的武器 而第二世代主角 他知道 他是很霧實的 他知道人類的鬥爭 是不可能不止的 就是 只能夠平衡雙方的勢力 令到你們大家都出不了手 白色魔女 不是灰色魔女 那些都全 沒錯 而第三代主角就是 不是的 除了戰爭之外 人類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只要有 是可以理解 有幾粒子 有 年紀已經證明了 又有年紀證明了 不是 你一個打出通識 就是 有個黑盒子 類似Ternet裏面的 舊世代的MS 技術 當時你第二世代有說一件事 就是 他們的UE技術 是因為有收到一些 舊世代的MS 才做出來 那剛才你說 為何他們這麼多年的 技術步驟退步了 因為你掛不到新資料出來 便做不到新機器 但是不是 人類不停地研究新的東西 為何要掘舊東西出來 掘 掘 你可以繼續掘 他可能是 他可能開發一些 但是 EV人會開發一些新的東西 沒有關係 但劇中說那些舊東西很厲害 剛才都說 他們的世代沒有 他剛才說到 XDB裏面的Data 你只要拿任何一部出來 即EV人 舊渣一 這個舊渣出來 都可以掘舊了 我都可以掘舊了 計算那部 不是 鐵頭 鐵頭很厲害 鐵頭真的可以掘舊 鐵頭很厲害 鐵頭很厲害 不要掘舊他 低Cost高工 他講的就是 我這些黑科技 有這樣的位置 誰騙到這些黑科技 基本上就可以 尖復成功 尖復成功 二世代想要得到 最少 不要落入 那兩邊手中 破壞平衡 唯一他的目標就是 不想破壞現在的平衡 他不想破壞 因為現在的世界 已經大了 但他都不能夠 可以100% 他這個心態有變態 就是要打仗 他這樣說 他沒有能力 停止這次爭 但也不想任何方輸 為了維持現狀 等待下一個世代 有什麼好方法 他想這樣 三個世代 他們的想法 第一世代的想法 就是 二分法 一是敵人 一是敵人 一是朋友 就不會再有什麼 你只要是敵人 他可以幫我消滅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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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第二是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 之後現在的行動概念 其實是很消擊的 因為他對現在的事情是無能為力 他都改變不了 他能夠做到的就是 去把這個東西凍結在這個位置 等待有難之事 可以去打破這個局面 其實這個想法 如果灰色魔女的想法 是有點奇怪的 因為如果作為一個普通人 因為灰色魔女 是一個超越普通的存在 他有他的合理性 但如果作為普通人 這個想法很奇怪 因為他是普通人 他知道自己的能力 他沒有那麼高 他有沒有那些話事權 現在有中間教授都不做 這個想法其實是有點古怪的 因為 你不叫戰爭無刺警官繼續 某程度上是 但戰爭無刺警官繼續 其實對整件事都不太好 他有想過 等有能力的去解決他 所以主動要接觸他 他就要給他一些資訊 某程度上是這樣說 總之這個責任 其實這個演化形態 應該是高達的過往的劇情 發展第三方式 去平衡 即是某程度上 如果這個叫可行 除非他變成維持 你動手我打你 他動手我打 總之好似Seed的機 總之你開接我就打 幾百下 即是00組 他是你那些海察技術可以的 但你那些機器不是可以的 不可以的 人工那麼少 你很難做這件事 理想應受效應 這件事就變成不可行 其實這件事的可行 除非你有能力度 你可以令雙方都不敢聽他的望 要不然你不停地 用戰事無刺警打下去 所以在你眼睛不見的 人工可能就死人無數 然後他就 所以他留在這個地區 最重要的就是唯一的希望 就是找到XDB 即是如果他掌握到XDB的話 就成為現在這個世界裡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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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立的人 而他只會說 你們不要動 動的話 我不擔摩 我做些什麼 這樣就可以制衡雙方的盡力 他也是給幾無實的 作物 暫時來說 最無實的 都可以這樣說 但在他未找到舊東西之前 特別是一個現場戰士的 你沒辦法的 那我也要找的 這就是兩件事 只是說敗靠這些 你找到就是神 找到就廢了 我沒辦法 你吹完就沒辦法 當然 都不排除他 但全台可以找到和得到 因為在這個 最後跟著 去這個 基地的埔中 他們最終都遇到 UE那邊的敵人 最終第三世女的主角 就被他俘虜了 哇 這個時候阿爺幾世 是衝出去救他的 鴨仔有什麼事 他不來的 那是很正常的 通常 因為 他覺得第二世女主角 已經不再是明日野家的人 他覺得 他又不是宣傳者 又不是宣傳者 又不是宣傳者 又不聽我知的 他覺得這個老闆生了出來 他唯一的功能就是 因為幫我生了孫 而他那個概念就是 你忘記你老爸 那個已經不是你老爸 他那個概念就是 因為他不聽他知的 不是我的 不是幫我打敵人 他不是幫我打敵人 所以就是敵人 所以就是敵人 不是朋友 起碼不是 其實他也想打他 所以都是敵人 所以就是敵人 不過就是我要打維根斯 打故意斯 去到精彩的部分就是 雖然一直想說的 為大計劃 我讓你先說 你先說 讓我看警察就知道 什麼叫做 重點示範單位 領導出巡 想去探訪民居 你們只有那幾間而已 雖然那幾間之後就沒有了 捉完 這個要先說一下 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阿孫孫就被人捉了 捉完之後又很好服務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不適合的套戶 有專門的容人服侍你 還有旅行團 我給他零錢給他 因為原因就是 原來他是很像 U.E.的最高領導人 死了的兒子 但這個理由 為何詭異 他算要不要人家 可以給他自由 他一定是人 還殺了那麼多 我鬼 其實呢 所謂自由行動 是被人嚴密監視 他走的路線是 不如精心安排 有一個小偷 然後遇到哥哥 再見到妹妹 是一個一連串 由莊和客人的關係 我應該說 那一堆其實全部都是演技 從不怕他 成為我的人 你為什麼呢 只有那個家見 有一民間是見不到的 沒有其他人的 而且你用人的連串 就是說 他也好心思著 這三個世代 都是過不了女兒這一關的 他就說 悲情女 悲情女 有病 婆劇那絕症 悲情 病藥 這麼像那些美人 已經 這一下子 已經是令到 完全失陷了 最後還可以調AGE system 拿來 出賣你的 其實是不需要的 總統 如果真的要他的身體數據 將他按在床上 就被人 扯了兩下 身體數據 為什麼要他三根性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麼快要他 這麼快要他 這就是高明 警診可以做 你知 只有一個頭衝過去 給別人的 出來論章 這些是不是 跟著就是 最終換取一些 可以叫做 某星風暴的 後遺症的藥 但是 是不可以跟著的 他只能長 長命 �� 這個位置 他想做受官員 其實是 我理解到 為什麼你們那 época人 很悲慘 理解不到 你那麼悲慘 趕快去打地球 一沒人就回家睡覺 我悲慘 怎麼 黑骨牛門 人們死的 我們就稍微等個機會 媽媽 我們先去睡覺 對 因為他講的就是 總統其實都用過很多次 公園裝置 去避免自己的病情 你快打到地球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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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就沒事 打下去就沒事 然後拿了一些 數據就做了另外一堂 還有另外一堂高達 給他拿的 他自己拿的高達 總統拿來拿去高達 總統拿去高達 總統拿去高達 總統就說 萬一在上面大家卡住怎麼辦 還要不要認識警官 整個人都會散掉 不要開玩笑 他最終公布了他的大計劃 最終這個伊基元計劃的真實是怎樣 因為伊基元計劃 他剛才聽到的就是 是為了令火星的人民回歸地球 主要說你們這班地球人 沒有資格擁有地球 表面理由 到總統那裏 最公平的人就說 你會否發覺每次打仗 我都留你一線呢 其實我是想給你們一個選擇 而這個選擇的用途是甚麼呢 那你就是人類去挑選 我認為終正可以是 住在地球的居民 但地球不是他擁有那種重要的地方 那裏呢 我想問 我認為世代的總統會 是很容易達成這個條件 因為就是 只要他攻佔了地球 所有地球人 慢慢因為他的俘虜 他可以慢慢減 怎樣減都可以 但他在外面寫 人類衛星 寫一步 他要試練一下 這個學線幾年 那些人都死了 你試甚麼練 不是這樣 他為甚麼會打到一些事實合 這個學線很漂亮 第一代第二代都解不通 第二代三代都解不通 所以我們這裏要解決 他給了甚麼選擇 地球人 有甚麼選擇 我不覺得我 地球都不是你的 你選甚麼鬼 不好意思 我們智商很低 我們不明白你火星人 想想他 所以火星很痛 他那個理念就是 我要將挑戰一些沒有鬥爭的人類 成為新的地球 但他用打仗的方式去挑戰 這個就是選擇 選擇是甚麼呢 我現在不停去打你 如果你都不反抗的話 恭喜你 你有資格住在新的地球裏 如果未死的話 很棒啊 即是說 只要你是那個M 你就有資格住在新的地球裏 難怪陳吉浩子 我明白了 陳吉浩子在這裏XM的前進 不停打你 但是不停打你 如果你又不死 你就可以有資格住在新的地球裏 不行 但我都要解決他 如果 如果 我殺了你老爸老母 搶了你女兒 你都不生氣 你都會覺得 人類人不應該鬥爭 恭喜人類保現計畫 這個一定不是人類 這一定是耶穌 這一定不是人類 這一定是耶穌 那住在伊丁年的人 他這個叫伊丁年計畫 但之前不是他 他還沒有 你在那裡選鬼 不是 那家庭人不是我 在那裡選一宋 他應該說 首先 那條件是 就算伊芬他選了 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 那地球不是我 那地球不是他 那地球不是他之餘 就是說 你打算怎樣令到他們 信服你 他現在出來說 最多說我不生氣 但沒有說 我聽你吃的 我聽你吃的 其實這個伊丁年計畫 也是很嚴重 這條人真是更加分上去 最重要是 他這個計畫是不一樣的 有人送他去才是第一關廟 不是 最重要是 他用一個外表的包裝 這個外表的包裝 其實就好像第一制度 就是敵 敵我 敵我分明 這樣就很簡單 那些人就因為 我們在這裏上烏這麼久 應該輪到我們拿旗 這個很低合理 這個很合理 最不合理就是 當者 抗到他 支持真相 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 我唯有說真相給你聽 然後仿神 嘩 你咬我這麼久 他就說 然後突然之間 他又用了變態的X超能力 給他這個景象 你看到 他突然之間就上了 他就說 這個碎燈 這個碎燈 一下就把你以前的思維全部改變了 又是 我知道 我知道基子X超能力 自己發動之下是什麼 命中了100% 碎燈100% 敵人會變回自己人 靠他用一個人 靠他用一個人 都碎燈到自己 堅持的所謂SORRY的信念 常識常理全部都推翻了 這次出現的 可能是 他們應該先用聲線 每個美琴都可以 這次說 特技現在是什麼 第二世代藍德 就是這個 第二世代的國是大陸 他的風格就是什麼 他一開始堅持這個信念 就是說 他要帶領受苦的人 一個安樂的生活 但是聽到這個中間都說 其實我不打算大小的 我只是想帶些 M 帶些M 他們是不會生氣的 他們怎樣打到他們都不會生氣的 這些職人 這些職人 我們的科目 先有資格去這些 然後我心想說 你們的信念都很容易起下 我們不可以 不不不不說的 X超能力 這個變態的能力 的確是大能力 在故事裡面 所以他被洗腦 因為他在設定裡面 就說大聖東是一個史無權力 超強的 洗腦技 真的超能力 那麼超能力 他欺負去地球 還說兩句 傳地球 Texus第一次 就什麼搞不好 然後就因為說 我已經不行了 醫院的責任 就交了 第二世紀的 就是這個 這位角色 當然 其實 又走回第二世紀的 根本很多人都不叫他 你又何得何能 去坐到這個位置 當然 阿 總統也都沒有去好場地 總之 我選了他 承繼了我的最高領導人位置 總統又這樣之後 後面又做事 然後我們不得不提 就是救出第三世紀主角的 阿伯 阿伯 我覺得原來攻入別人 他煮完 其實真的很容易 阿伯 那東西不切 本部又沒有什麼難度 又沒有防殺 然後火星總統親自出行 跟我們一起 我也是給他們選擇 他要在這裡計算 我故意給那些人 攻入他那裡 整萬一條星球 那我星球裏面的人 如果不生氣 他們就有資格 在這個天原裏面 所以你不能看出 變態的力量 他每一方面都在試煉美 我不想吐槽 他在試煉觀眾 他在試煉觀眾 他在挑戰我容忍道 一集 最終因為這個原因 拯救了這個主角 即是班女主角跟他爺爺說 他們有很大的氛情 你女兒被火星殺了 我女兒就死在火星那裡 那現在怎麼算 兩夜宣布一條女兒 因為阿孫就進發成不殺 即是信服 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他可能 我懷疑 XTV裡面 是有記錄了基拉的資料 肯定有黑歷史這些東西 所以他學習了基拉的不殺信念 這個信念裡面 當然是包含這個技術的行律 他看了當不敗的武術資料 什麼洗雲掌 什麼東科十二門牌 看了這些 基督舞鬥轉 擺手 基督舞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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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 大家唯望了角色 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 戰場上的福爾摩斯 那個 誰 圓崩尼這個世代的Ace Pilot 即是你說隊長 對 對 其實他沒有表現 其實他 由他這樣說是很厲害的 應該這樣說 白狼固然因為有兩個世代的鋪牌 他帶領兩個世代的主角劇 令到他會覺得 我們會知道 他這個Pilot 尤其是在那個時候 技術差距這麼大的情況下 他都可以打敗到手 看到他的技術含銀挺高的 而在第三世代裏 這位隊長 他的責任其實只是安慰攬長 其實他做得很好 其實他本身是挺厲害的 只不過因為高達威人級 已經過了 不是他A級的 打完對面是ES級 不好意思 這個會計 固然 他們三爺孫 明日爺的家族 三個都各自有自己的信念 然後就說 嗯 我覺得就好 這個 我一定要遷移 左對手 另一個就說 嗯 中了結 我要平衡這個局勢 現在這個局勢是沒有解的了 大家的仇恨大心 另一個就說 我們可以發解仇恨的 到這個位置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如果這個能夠演繹特好 他三人的分歧 本身的故事應該是 最後評價後的局勢 我想最大問題就是 本身第一世代的主角 他 無論是一個故事令的地位 任何東西都去到太高位置 其實我覺得本身 寫歌退了下來 其實是會令到三個角色 他們的影響力會是平衡的 但是他這個位置無端 連邦軍最高領導者 那些人不知道做什麼 就說 說說是司令 司令說的一定是對的 其他人群格是大大的 大家當然是聽波士說的 沒辦法的 是不是 這個影響力很失衡 就是根本上 第二世代主角 他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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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他左右這件事 但是他想將他的信念 用不殺 來宣言給其他人 其實這裏變得有點慈禁的事 就是不同人之間的理念的衝突 或者大家 對達成和平或達成和平 就是像基拉拿到Black blue之後 他經過在薩布特的經歷 而且是有的女兒 他跟他添加了 這部分共混她 那��是不搵 Dies為甚麼 第二欄是倒個錯的 而且是口說我不強理 接著大家一起去打妖賽 其實我不可以跟你們一起上去 謝副特朗他成為了施政之後 他當然接收了最高總統的高檔 其實他最重要是接收最終火星總統的火星師 接著他開頭去 大家都在找緊質 XDV 偉大的寶藏 接著他覺得找了XDV就是總統給我最大的CV 如果說到我找不到就對不起 我就沒有資格成為這個人 很合理的 挺好軍功出來 真的影響到DV的聲霸 OK 合理的 如果他找到的話就逆轉成一個勝負 當然他覺得這個系列要成功 接著當然以色列主角同時出現 就阻止他 屬敵在會面 當然中間那隻手會XDD的怪物 機械手 又是機械手 我以為那隻好像是魔鞋 其實我原本以為那隻會是最終大腦 誰知道有點失望 殺了一波就千萬個 機地面好多這些機械 這個其實好像W裡面 我忘了OV裡面某一個城市 好像華爾街之前在漫畫版裡面的一個城市 就是守住在一個 又是機械工場裡面 有一個守護的機械機械人 有一個自我AI的 自我AI的人 他在這裡平衡都是用這條條 但是機械人首先是說 他講到很厲害 又懂隱形又懂什麼 又打他龍村 其實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打他龍村 就算你發現他也是打他龍村 然後槍打龍村 你用東西操穿嗎 最後最終就是 他們兩個再次合作 就擊敗了這個守護的機械人 然後大家進去搶這個 搶寶 然後技高一線的 第二賽者就用藍走 他已經說不理自己 總之就要破壞CV 這個東西 他拿不到的話就破壞了他 入了兒童拍十八三桂桿 就是破壞文物 是很大的罪人 尤其是這種 還不知道要百年 一千年的遺產 有危險的文物 亦都有情有可憐的 等於我們發掘到二次大戰的炮彈都爆了 這次佛林 破壞了之後 他看到他是說 這個其實是真正的思念 後我已經掌握到到高達 這個才是真正的思念 時他突然意了 施維轉了 他說 XIV其實是不錯的 是重數的,原始是火星總統的那些做法 一開始就覺得不要緊,這叫自我衰得 是不是火星總統的介情人 洆發都連自己出現了 你想想就像火星總統 最終它說這場紙譯,他們各自的智術各有各精彩 是正常的 首先我們說 他本來的轉效很厲害 轉效已經很厲害了 不夠厲害的話怎麼辦 不夠厲害的話,好像研發有些問題 原本沒有藥點的轉效,我先加藥點給他 就把自己的主星先搬上前線 這個我教的,做一個研究人員 肯定要解決一個能源問題 我跟我說是解決不了的 你現在看不到,你都不會中國人家搬上前線 力代高達,力代機械人片裏 所謂的鼠炮不能夠連射 這個問題是一向都經常發生的 經常發生,已經是一個很近的條件 大家的方法是全無古人想到的 我們不如把整個中國人家搬馬上來充電 EFA我夠多多點,把整個城市的跌月給你 不要說到這麼容易,我們最近期的 敵方裏面都只是用微波 將自己的母星的能量吸,給自己的射炮 幾次轉的微波,無線充電技術幾次進 沒理由,不能在那邊沒有,火星人沒有 但那一刻他們又不是打算最終撥戰的 他們那一刻真的... 我們今天就要用這個什麼呢 最重要這個Far Cross的確認就是 那一輛是一輛二輪船來的 其實是一輛,它是一個母艦 人家那一輛馬克克真的就在衝到裡面 就衝進去,你不是,你不是衝到地球 你衝到地球,你衝到地球 明明擺在這裡很安全,為何要搬上來呢 這麼迷,還要這麼大的目標,怕死人打不住 然後,敵方即...我們第一輩子 明升到這個司令之後,他的智識都不妙多樣 衝,衝,衝 他明明就說,嗯,對於什麼人都說 嗯,我就用,我就用這個自身 自己的自身重有來質疑,衝上去全線 然後跟著就發射這個主派 再去射對方的主派 哇,差很遠,大哥,你抱著一個基地要塞級的主派 對呀,不過幾十年都用過,不知道出發不發得到 他說他用了不知靈記,又再聚焦,又可以加強他的 集中,其實類似,我想他是想像 類似當年聯邦軍那些太陽炮那種 集中太陽炮那種,就是集中的太陽炮 就估計是這樣的想法 然後呢,這陣子開波之後,他很順利地把對方的主派引到中間 對方的主派好像不像有支炮那樣 我下四天就全… 這隻戰下,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了 很熟口臉,以前就船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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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但一炮就被防護罩就擋住了 但他們都不覺得很難的 但在上海中就有很多人說 防護罩而已,這個那麼厲害的防護罩 完全沒有理會,這個那麼厲害的防護罩 只是防得一點而已 你只要將它移歪一些,再射到它那裡 那我就可以射中它 幾十分合理想法 但其實我想說,如果你這樣搏歪的話 就是你的目標都搏歪了 沒錯,你打不知它去哪裡 就是你不知它去哪裡 不要緊,對面目標這麼大 哪有射中戰鼓有些下火 對呀,射中衛星這麼大 這個戰爛這麼小 其實對比這個戰爛其實都很小 不要緊的 接著就是郭治郭的前線的… MS戰 各個趕著去死的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大象不斷衝錯前線趕著去死 接著,他們就是… 中醫軍那邊就是為了防護罩,第二炮下射 因為他知道那幾號就是主力了 只要破壞了它,這場次他們就… 糟了,十多人以前只是主力 其他人就是主力 就是被熟了 而那邊就是為了要整動它的防護罩 讓它偏離射擊改道 這樣可以一炮就射過它 神經病 最神奇就是 假假地人是一個星球 再加上一隻主炮 他打算用兩三部機體就可以搏迫這件事 這部高達的推進力有多大 當然他打算用三部高達去推動它 三部高達 這個連超級在機械人都做不到的條片 給你們看 他想模仿阿寶前輩 連真吉他都做不到的東西 但這個時候當然不是 大家這個… 我姓是一個秘密武器 不知為何現在才是拿出來了 大總統就說 吉他就承繼了我的靈魂 但很遺憾 就是我中了你這個人 做了一個黑龍人出來 你可以叫做 就是你真的承繼了我的靈魂 承繼了我的靈魂 跟著就是最強駕駛型和最強機械手 為何有些金靈魂神都拿出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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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戰役裏面 當然有 離退了的事 跟著就是 要發 中醫中U.E.那邊發實轉炮 跟著就是 怎樣去吸引人 人家不離開轉炮 就是跟婦女說 你要死 你的死就可以打開這些彈魂 一格MS 可以平地方 你要明白 如果死了一種 犧牲一個士兵 打死高達 是有罩的 OK 但問題之後 死了死自己人 高達沒事的話 那我就真的說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是失敗過重 但最好處就是 謝高達在他失敗之後 然後他就說 我做甚麼 我為甚麼要推女兒去死 然後我又說 他那個強領又說 我沒理由會失敗 是否火星總統 那我其實 有個三集 我沒有力氣 就證明火星總統上身 突然間 立即打到 上閘迫我 為甚麼我要這樣做 這個不是我 這個是火星總統 演出火星總統的特性 然後跟別人說 不是我想射他 我被鬼上身 我被切任總統上 是鬼上身 他繼承了火星師 其實他的法 我們剛剛提 剛才我們也說了 在這裏發表了 角色各用的見方 很多的角色 二次角色都死了 對 對 我們首先說 剛才我們第二世代 都說過 一個角色 因為說了禁據的原因 他居然死了 然後在第三世代裏 究竟做了甚麼 他就做了一件事 很不應該 貼在隔壁床裏面 就是貼了 他跟死了的整備員 那張照片 在自己的隔壁床裏面 大家都知道 在這件事做這件事 而你又不是主角的情況之下 這件事的變浪 百分率是高達100%的 那這件事就是 拿麵燈 另外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知道 如果 Ace的紅牌駕駛員 和藍水有任何私情的話 在特朗的高達裏面 的變浪率 都是高達100%的 所以阿福爾摩斯 這樣就沒有了 而阿福爾摩斯 就無緣無故卡住了 在那個角色 他始終英文神老 突然有鬼上身 有一條失靈 然後膠石又離開了 然後嚇爆到 所以他就這樣 就是這樣 但他也不斷 而叫男人誘 你發誆了 我沒地走 其實他的事也不知 哈記部AGE 回去就拿這個 核彈 核彈 殺傷特武器 衝 常常都拿出來了 大佬 這個時候 地保人 不知道出現 就屬於最強駕駛員 弗彈 究竟什麼事 最主要就是 大家都知道 高達好說的就是 順便和順便之間的互相衝突 你作為一隻機械獸 和一個沒有靈魂的最強駕駛員 不知什麼 一隻在戰場上的機械獸 左衝右套 對我們來說 最高朝的對決 是由這個傑古特對這個 即使他想對另一代世代的主角都好 這場應該是最大的NS的戰鬥 然後現在就變成了一隻不知什麼的機械獅 一個不知做什麼的遊戲 看了之後 搞了一些蛇出來 最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合體 合體就算了 不是 製作方式不同的 它是合體 你是Operman 你選擇合體其實挺有趣的 是最強的一個關係 可能是最強的關係 因為沒有靈魂 AI字自己是靈魂 吃掉它下去 所以這裏也不重要 所以這裏也不重要 所謂的最強駕駛員 就是彈魂一二年 半集都很難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會設定這個角色 很奇怪 我都明白 它是之前有鋪 有很多鋪的角色 總統在一個倉子打架枕 每個人都以為這個角色有什麼特別的 接著他突然進去 就是合體 合體 很明顯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難 它是想著來做的 因為很難都覺得 第二世代 那時候的故事 已經定了第三世代 就是瑞茨湯 就是一個黑歷史的 大家面對黑歷史 或者其實他是不是遲了一場 因為他的定位應該可能是 還是阿孫的宿敵 或者阿孫的死對口 阿孫其實是沒有死對口 是的 其實這個角色的定位 像是這樣 但是可能他就 哎呀 是呀 我的宿敵還沒出場 是呀 原來他還沒出場 整個氣氛就變成這樣 即是火星由冬眠睡覺睡到瘋了 我不信是誰睡覺睡到瘋了 大哥 這個很明顯 因為本身 對我來說 第一世代 第一世代 高牌就是說 他們的恩怨 第二世代 他們的恩怨沒有辦法 第一世代 因為第一世代 都沒有一個屬敵 雖然沒有 他第二世代都有出現 不過他都是演得瘋 雖然沒有 但第三世代 其實是差一點一點 屬敵的位置 是沒有 然後 無緣無故 最終回 從前逃 都沒有這個 這件事 就很奇怪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 你現在變成了兩條 就是 本身你說 黑歷史 其實 當廢棄了 遺失了歷史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好像相對的 條斷 而去面對 然後再去 大家會想理解 沒有 然後那件事 純粹變成機械手 然後給第三個主角 都叫縮敵戰 勉強做一套縮敵戰出來 還要換他縮敵戰 那縮敵又不知頭什麼 又不知想 好罕有的 其實 創造一個傳統 縮敵戰裏面是沒有對話的 那一條是不擋 你明白 你明白 對面那些人 X1 一說縮得太厲害 沒得縮低角色 才能平衡 才能平衡 沒有得平衡 突然 這個我們不得不提 就是 剛才我們提到 第一世代主角 大殺雙利母 是想要對接敵人的武聲 發炮 就想要殲滅對風的所有人 然後他想多了 故事聯網發現 然後對面已經在自滅的 就是爆炸 想多了 然後他就開始有點猶疑 還有多數人 整個好處 還有少許 然後被他叫說 那選是停了 然後就說沒有 然後就說了一句話 人類是可以互相理解 什麼的 然後第一世代主角 突然覺醒 大殺雙利母 成為一個信號 然後 射了一世 跟全軍人說 我們應該放下仇恨 我們應該放下仇恨 那下覺醒真是一流 不是 那下覺醒就是 子君乾年要聽你說 因為你是最高私人 但是別人這樣說 你這傢伙 你這傢伙 我實在說 有些高官官官都知道 就是你這傢伙搞到 我們現在要打這麼久 為什麼要聽你說 還要挑起這場戰爭 那傢伙 其中一個都是你 你明白 對面都是卡的 聽說得很正常 火星總統 那一刻 那一刻都關起來了 很多 之後 力道很多高達作品 都有這類型 這類型 其實你下載 即使你說 就算斯特 拉斯 他本身是一個偽善的人 你不要理他 但是他自終現在 他保持偽善 他不會突然之間 一百十個 他不會突然之間 一百十個 他不會突然殺你全家人 說 我們是要和平 殺人是不對的 其實這些力道主角都做不成功 超超超 不可以的 生命很寶貴的 你不是說 剛剛 一秒前 你才打算用一支大小 跟我們對著他 然後接著他 我們要放下仇恨 你這個位置 是太多超展開的東西 我說 我講一句 是喔 他爺爺會轉觀念 都已經超展開 因為他有突然之間 大家已經遺忘了 他願意的話 他就代表這個世界 阿孫一越說得阿爺 阿孫一越說得阿爺 阿孫一越說得阿孫一 然後 其實火星總統都可以 不過我都不做 不是他自己 這場戰爭最終是 一如一如 第一集說 阿第一世女主 他終於成為了救世主 然後 不知為何成為救世主 我覺得 如果這套東西 我心想 就是告訴那些小孩子 你要成為救世主 要先做搞到世界大主 要搞到各首加幸出 然後突然之間 那些小孩子說 我們是要互相理解 那你就能成為救世主 一夜你有沒有病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為何拿最佳職部長 我每抄試特地拿零分 就是給那些考試 我拿回正常信一百分 就是最佳職部長 放下同都立地承罰 這個行為 是成為過重的 這件事 值不值得過重來救世主 呢 還有他那一刻 為何會放下同都立地承罰 大家沒有人理解到 我們也不可以提到 就是為何 最後一刻 他阿孫 說了一句話 他說了一句話 第一世代主角 其實 他都會覺得 他都是想死的 但是最終阻止他 就是 很悲哀 其實我真的是 鄧第一世代的老婆 他的青梅竹馬 很不重要 變老婆 最終 當然 因為未死 不可以量子化 變得年輕 他又不是超人力者 最終令到他停手的 就是 那個幽黏 如果是 你應該第一世代 死了之後 無奈 你應該要出來 告訴他 你不要讓他殺了那麼多人 才告訴他 人家工作人員兼職員 下班才過來 你不會怪他 但是最後 林李可能沒什麼打 職怪又要出 多來一次 然後這句位置 突然要出 他 他 出了一個小碟 讓阿孫玩得 小碟 就是完場了 所以說 這套東西 我當這官司 你真的想 很簡單 一個救世主 拯救世紀的官司 很簡單 很小孩子 小孩子很想看的東西 這些 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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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都勇者 每一個小孩子 無論是哪個年代的小孩子 應該是很喜歡這件事 但是 究竟 這裏 救世主的情況 去到哪裏 名字 救世主 什麼救世主 其實什麼救世主 都不知道 最後一個故事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 市的格局 即是 沖沫 大實收入 沒有去過 其實我猜 正路的拍法 應該是 他衝過去 給孫童仔佐治 然後激鬥 這樣整套戲 應該會很好看 即是《垂中南包王》 他是 他心肅說不行 那代英雄 不可以反 這種心態 他就不知為何 機閣總原因 總之沒有這樣演 變成一百百百百百 覺醒就很突然之間 覺醒 可能是他們三個交戰 打龍 然後阿爺不夠打 被人打倒了 打破了 可能是被人打破了 被人殺死人棍 被人殺死人棍 然後才令人 說我不夠打了 因為正義不在我那裏 看孫童仔 可能會比較 情合體 他在戰場上看到某些事情 他慢慢感受到自己有些錯 有些錯 但劇情這樣變成 第一世代 令到他在第二世代變得更極端 我覺得這個劇情 我已經是第二世代 我們都看到第二世代的劇情 是做得好 而第三世代 當他去下來之後 他再上前線 他都可能會補充他的信念 但是他會見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他再不是 他再認同系列 最高領導人 他可能是受這個指令的高階軍官 他可以拿回這個位置 他再去看回這些指令 他再想回自己當年 重現下這些指令 究竟他再反思 即人沒有了 你去到最後 你總結你的人生了 你去反思你自己做的事 究竟是對還是錯 兩邊看來的 首先一個這麼老的浪人家 基本上要改變他 過去十一年認識的人 但另一方面可能說 他憑死被削人棍 就快奉滿條命的時候 走馬燈那樣 梅顧人生 然後叫他三條善軟 一個 又現在你人生覺悟 也有一個機會 這個比較可能 但是這樣去演 這樣去演 又涉及一個問題 即是阿孫要反對阿爺 嫁壞小孩 又涉及到 可能有些人會說 嫁壞小孩 或者不是那麽 嫁風向 還有這個位置 他一直把太多高階裏面的主義角色 放在第一世代主角上 就像剛才我們所說的 一個是很理想的主張和平主義的人 當然他有某個問題 放在第三世代主角身上 但是因為他在第三世代主角的定位方面 他不是一個有權力 好像拉斯那樣 他可以影響到其他人的人 即是你如果這樣的話 就算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們想過的劇情 好了阿孫打贏了 阿孫說一句 有誰都會聽 沒有人會聽 其實可以的 阿孫和那邊原本有交集 如果火星總統更健在 無關事 都死定了 總統更健在 如果火星總統更健在 如果火星妹哥哥還在 其實這件事在當中 對阿哥真的不知道他在哪 就不知道他在哪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說得通的 打算去打贏 我們保護你 我們保護你 其實我當年這樣想 看到他有了火星 會不會是遂得成功 有了火星的軍人 這樣就很大 但是不是 這樣就很失敗了 因為如果總統在這 可能想起這個沒有事 阿爸是地球 他現在不能把他親生阿爺 來救我們火星 阿總統會拜我 阿爸地球方 兒子有第三勢力 孫兒就去耀爾那邊 可能他覺得這場戰役不應該要發生 因為在他的道理來說 他為了不打這場戰役 而去努力 所以他現在就說 可能中戰兩項他就是處理人 他要去阻止這場戰役 所有事情發生 或者是在這場戰役裏面 為了讓僵局大家知道打不過而處理 他去做事 這樣就變成有三個信念 就會有氣體 你會總結到有三個的理念 衝突 變成宿敵真的不是很有意義 但是 不需要是宿敵 宿敵就是主角 宿敵就是主角和主角 三個主角 過去的自己和現在自己 反而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就完成了 還有他的內含意義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放棄 如果機械收大戰 如果機械收大戰也更好 他又不是機械收大戰 那些一秒覺醒 一二歲筆 這些東西就大大破壞了劇情 你相信很多時候 其實大家都不是很賣這個 機械收大戰 因為老實說 Hernet Hernet Hernet也是很差 Hernet是大師級作品 然後 大家欣賞美學不動 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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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但是很多對一些比較 不是那麼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的觀眾 我覺得這套東西 但機械方面已經很難搞 故事內容裡面 他講的東西 其實他都是很簡單 其實他都是講一個說明的成長 而他就是 見證到歷史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我會比較的話 這套東西 他取材其實是 轉A方面的性質 是很高的 一開始就 黑波的這件事 我相信他 第二世代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應該是核心 原本的故事 很多東西他原本覺得 我們覺得是為核心 不知道他去哪裏 其實第二世代 第二世代 不知道為何第三世代 突然急轉直下變 那種東西 勇者 勇者 勇者都不要緊 勇者 勇者 勇者得來的 不知道搞什麼 然後火星總統一出場 還是整件事就做火星總統 都是所想的 他很多時候 就是要交代一些理念的性質 他只用一句說話 一句說話 他就扭轉這件事 我相信就是 就算演小朋友看的片 也好 一個人的信念 任何事情都不會因為單單一句說話 而作出超大的表現 或者他會反思 但他不會在那一刻 就馬上改變自己的行動 不會在那一刻 就馬上變化 他不是一次的 是一次發生 OK 但劇中是不停地出現 是呀 講一些故事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元朗前 還是怎樣 不知道是否高復民 上了出來還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 第一 第二世代 不斷放生高達 為什麼放生高達 元朗故事 聽回來是這樣的 就是未來一百年之後 被外星人入侵 地球軍打不過 說一說 打不過 那為什麼呢 他們整個時光 將未來一百年之後的科技兵 送回去一百人錢 迫使高達 重化吸收一未來的科技 好像一百年之後 他們的科技 趕得上去打到外星人 這樣就說得通 整件事 為什麼是不停放生高達 不停放生高達 刺激 因為其實他說 進化這件事 就是很多重化的原因 某程度上 進化這個主題 其實 即使不只是高達 其實是想法 連那個駕駛者 都一起進化 在思想上進化 在思想上進化 進化 進化就是由高達 展現出來 思想上 就像說 阿爺留給兒子 留給兒子 全城 全城 但他只是思想上 降化 而且你已經浪費了 你所謂的重化 即是換裝 換句 你換裝不是重化 記住 換裝都算 我覺得 你始終是這台 一個三十分鐘的廣告雜誌 你要明白 我不會去判斷 他換裝 他換了什麼 但是 最重要 就是他有個主題 因為高達 為什麼這麼吸引到人的原因 就是 無形的有無形的人 自己玩 故事的人 有故事的人 你自己玩 這個才是高達 演藉這麼多年來 不須的原因 但是 現在的東西 機體你又不行 機體你又不行 機體有些佳作者 這樣就不可能 全程否定 故事上 應該都 故事上 都有一些部分做得好 但關鍵的位置 實在做得好 他矮定是可以的 三代同堂 三代各自有各自的恩怨 這個根林史上 動畫 真的沒有 不會好看的 做得好 當然 做得好 做得好也會好看的 當然 這個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觀眾的最大壓力 因為他們可能很厲害 就是 想你笑 兒童體的高達 然後中途裏 再一次改調 變回青年向 但是他在第三代 又好像不知 再移同向 D 他又想 他又想 他又說 我吸納了班 然後就說 我要再去照顧 移同向 小小的班 即是會變成 兩頭不到我 我覺得有些事情 是說 孤兒 你如果真的要做一套移同向 你公司做得好 真的 一要交就交到大 你不要做得好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要移同向 很簡單 像了一般的物 就是 水島 就是 水島 水島 原來的 居然是有多重的 那些小孩 可能是不理會 高達 有什麼背景 然後就說 爸爸這個東西很漂亮 很想要 他就會說 哇爸爸 這個主角 屁股 我不要這個 我不要這個 我沒有聽過這樣的 很厲害 這個 你也會涉及到 主角表面型不型 但是 很少 我看過他自己 死小孩就說,這個鏡頭很厲害的,有激光劍擺出劍很粗的,地人很大塊的,這樣而已 最主要就是那句,暫時來講他已經被評過史上現時最爛的高達,收視率也是創作最低的,只有2點幾個聲音 我好奇,為什麼Gundam X會被人腰斬,你和不會被人腰斬呢? Gundam X被人腰斬的原因是收視率低,但收視率低是有苦衷的 因為他是被人調成了神祖當的,他的時段是不會高收視的 因為我沒有記錯,我不確定,他已經播到中間,初段不是太受歡迎 播到中間被人抽了票,被人抽了時段,他當似好像是Gundam X很早 那個時段是死定的,所以他就... 效益時段是這樣 回顧一下,其實Gundam X不太差 他後段是好,因為前鋪那段的確不夠吸引 但你從一而中,你會反再反 他的主題,還有人是比較統一的歌聲 不要說一秒覺醒 一秒轉彩 一秒覺醒 今天我打95分鐘錢給我 這個是Gundam X會說 我們下一部就不知道是什麼,暫時未公佈詳細的內容 Gundam X應該是Origin 因為是回歸原點,也是時候要招呼一下老朋友 那些回歸原點 我們唯有留在下一部,這部就說 若然未看過高達的人,就不要去禁去看 冒然接觸一下禁 我覺得這些比較特別 有些心理準備達到你的禁地 可以的,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特別的典型感 不是很多電影可以給到這些 所以我怕是強烈推薦那些人 因為他現在看過我們 所以你們更加應該要看 要不然沒有人跟我分享 那就這樣 好了,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